講完了長度,就要講面積跟體積 面積,面就是長度的平方嘛 所以會有人用考試的時候說是 就是單位啊,應該是L,L的平方之類的 我們就知道平方,長度單位 所以呢,單位長度啊,單位面積啊 就是一個說法而已 OK,就是由長度導出來的 長度的平方就是面積 那密認他的單位,心長一下就好了 心長一下就好了 看一看,知道一下平方公里、平方公尺、平方公分 我們因為考試的時候的 考到面積的機會很少 所以不太重要 這要常用的是我們SI單位 還有一種是我們生活用的單位 比如說財 你就請那個師傅來鋪地磚 他就說這個幾財幾財 我們台灣買賣房子 政府的權狀上登記的是多少平方公尺 可是一般人買賣的時候 買的是說我要買多少瓶 多少瓶 這個單位的換算 如果依照生活需要 我會希望你背下 背下,知道一下 原來一平方公尺 一平方公尺大概 一平方公尺大概有0.3平 那你就看到權狀 乘一乘到大概幾幾 這是為了生活的需要 你要稍微知道一下背一下 如果就考試而言是不用背的 因為如果有人考這個 這個表會給 所以為了考試其實你是不用背的 可是生活上 你生活上因為權狀上寫的是平方公尺嘛 可是你買賣是用平來買的嘛 所以你要怎麼換算 你自己心裡明白 你可以把它背一下 財啊什麼之類的 知道一下說大概有多少 因為你生活中會用到 會用到 測量面積如果是規則的情況 就有公式嘛 背過對不對 誰好心怎麼辦 底身高 屬體二 長方形呢 長身寬嘛 對不對 面積呢圓呢怎麼算 平方嘛 這個有公式的 規則呢就有公式 按照公式算好 還有一個不規則比較麻煩 不規則 會有兩種方法 這個方法現在不教了 這兩個方法現在都不教了 都不教了 我們提一下 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都不講這個方法 一個叫做方格法 就是畫格子 屬格子 屬格子 一格就一格 凡事不到一格的 通通算半格 所以只有一點點的也算 半格 幾乎全滿的還是叫做半格 這樣就會多的比少 就到一個比 好像要三格吧 就屬格子 然後每一格 就知道一格叫做二平方公分 總共有五格 就變成多少 十平方公分 這樣就好 大概有小格 因為我們不到一個都算半格 所以會有一點複差 對不對 哎呦 你會知道 如果你格子化得越小 就會怎樣 越準 對不對 越準 但就數到越脫胖 所以格子化得越小 你就會越準 但是你就會數到越發瘋 越抓狂 那就要方格法 數格就好 好 這個呢 在古時候還有人考過 你會取到這一題 你會取到這一題 但是另外一個質量法 基本上以前也沒有考過 就是去蹭 一個不規則的形狀 哪一個方子格子套上去照瞄 瞄彎就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放到天秤的一邊 另外一邊開始丟 剪好的方格 一個一個丟下去 丟到什麼時候 兩邊平能感受兩邊一樣多 所以左邊那個 右邊的面積是一樣的 右邊的面積是 你給我幾個嗎 你給我幾個就知道了 叫做質量 要質量法量 好 然後我講過這兩個方法 你看你接收 你講 其實我們考試也很少考你面積電視 所以你就聽一聽 就OK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OK